大家好,我是東一走的橋樓鮑勃 日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應該常常聽到朋友來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吃美食吧 金澤的迴轉壽司 香川餡的烏龍麵 仙台的牛舌 雜晃的烤羊肉 真的是讓了獅子大動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幾家日本的當地美食吧 東京以及金板神有其他系列影片介紹 所以鮑勃這次會介紹這些大城市以外的美食哦 鮑勃這次利用日本很常用的塔貝洛具 以及外國人愛用的Google 以及鮑勃自己的味蕾綜合評價來推薦這些美食 如果對塔貝洛具不熟的朋友 只要記得大概3.5分以上評價就算不錯 3.5到4分左右 大概就是日本前3%的店家 4.0以上全日本大概500家左右 大家就參考一下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松原安是古民家改建而成的一個百名店 蕎麥麵餐廳 在室外或是室內用餐都是一種享受 中餐有2000塊日幣 以及4500塊日幣的套餐 推薦職業吃4500塊日幣的套餐 可以吃的豪華、吃的飽 前菜有7種不同的小菜 烤鴨肉 以及天婦羅 銀品 蕎麥使用嚴選的蕎麥粉 然後你所吃到的麵都是當日製作出來的28蕎麥 就是以8比2的比例 添加蕎麥粉跟麵粉 麵條不容易短 花溜有韌性 吃起來非常順口 吃完蕎麥麵之後還有好吃的甜點當結尾 由於松原安是蓮倉的名店 週末人很多 在等待的時候可以到有點酷酷的咖啡店Bressley Gang坐一下 或到Yuigahama的海灘走走 Café Vimont-Dimange 是蓮倉車站附近一家開業超過25年有名的咖啡店 店裡散發一種非常casual的感覺 也有販賣很多咖啡有關的商品 這家店早上8年就開門了 也是一家很棒的早餐選擇 出現這裡不同種類的鬆餅 包裹圓點的香蕉鬆餅不到700塊日幣 甜而不膩而且份量實在 非常的好吃 Café Vimont-Dimange就在長300公尺 共有200家商店的小丁通上 吃完馬上就可以逛街 Café Vimont-Dimange是一間地理位置 非常好的夏威夷料理餐廳 喜歡海景的人絕對可以把海景 當成美味餐點的配菜 讓你吃得心曠神儀 店內用餐或是店外邊曬太陽 邊吹海風都不賴 餐點是曾經在夏威夷名店 Diamond Head Market & Grill 擔任過滅點師的Jim Nakamura所兼修 確保餐點吃起來貼近夏威當地的風格 飲料也是五顏六色非常的繽紛 喜歡美式濃郁甜蜜飲料的螞蟻人 絕對要點他們的花生巧克力飲品 Ono Ono Shake Pacific Drive-In所面對的無敵海景 就是七里之冰最大的特色 吃完飯再沙灘走走消化一下吧 位於蓮艙站附近的Garage Blue Bell 是一家有濃濃英式風格的吃茶店 進到店也要拖鞋子 好像拜訪英國的奶奶家的一種溫馨感 在這裡喝茶有種舉辦茶會的貴族感覺 你看美猴加牛奶的方式是不是很優雅呢? 這家店的茶點司康也是這裡必點的商品 鬆餅吃起來很實在 有點小麥香跟甜味 抹上鮮奶油及果醬一口鬆餅一口奶茶 在行程很趕的蓮艙一日遊中 忙你偷閒是不是還不賴呢? 喝完飲料我們直接可以步行到 日本三大八番工的賀岡八番工 參觀一下境內的重要文化財物 麵包版泥店Kibiya Bakery 位在蓮艙站附近小小的巷子裡面 已經開業將近80年了 每天早上4點 店員利用自家製的酵母 開始長達6個小時的麵包製作過程 等到10點開店的時候 大家就有剛發好的麵包可以享用 麵包店提供30種麵包供大家選擇 很適合趕時間 沒有時間好好吃飯 但又想填飽肚子的旅客 麵包店的旁邊有秋鴨開的美酒手作工坊 沒有預約的人還是可以在這裡超有氣氛的庭園喝梅子汁 無形安這家日式甜點店非常的好找 因為是開在鐵軌的旁邊 在排隊等待的時候 可以觀賞薑汁店的來來往往 以及庭園的花卉 算是這家店的最大的特色之一 店內位置蠻多的 也十分有日本的懷舊感 甜點是以白玉、紅豆、黃豆粉等等製作的插點 是定番的日本傳統甜點 跟蓮倉這個古城非常的搭配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那美食其實非常的主觀 有些人吃不習慣米其林餐廳 有些人則覺得同班美食是王道 好不好吃還是要看自己的喜好 但希望影片還是有參考的價值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